郑一见老婆蒙家会尽照曝光!没想到曾经常的倾国倾城的她,如今居然肥成这样,先起尽尸!郑一见,我爱她就够了! 郑一见,1967年10月4日出生于香港,籍贯广东恩平,香港影视演员,流行男歌手。 1988年参加新秀歌唱大赛加入无线电视,因拍摄阳光柠檬茶广告而入行,拜罗文为师。 评级《古惑仔》系列郑一见迅速走红除此之外,她还拍出了《风云雄霸天下》、《第一届》、《九龙兵士》、《中华英雄》、《笑看风云》、《天行者》、《友情岁月》等代表作,因电影《古惑仔》红极一时。 郑一见有过三段恋情。 1990年郑一见与邵美琪擦出了火花,那个时候世界地恋,邵美琪比郑一见大两岁,后来由于梁勇琪的介入两人分了手,但梁勇琪那个时候比较高调,还宣称并没打算和郑一见成婚,两人性格不合,终究分了手。 第三段感情,蒙家会,但与自己老婆蒙家会却是因为一起约打羽毛球而结缘的,后因性格方面两个人比较谈得来便结婚成为夫妻。 直到第三个蒙家会的出现,让郑一见有了成家的想法。 因为刚好遇见你,而我也正想结婚,有时缘分就是这么妙不可言。 蒙家会不属于那种看上去很惊艳的女人,但绝对是耐看型。 法政先锋的人应该都会记起她吧。 蒙家会她是一个长得特别清秀的香港女星,在法政先锋里面饰演的是一个非常正直而勇敢的女警官,而且剧中她的演技也深受不少粉丝好评。 长相清秀身材也很好。 蒙家会真的对感情付出的好多一年就拍一部戏,其余的时间都是在陪郑一见,看来两人是非常恩爱的。 而妻子如今已经45岁,虽然感情恩爱,但却没想过要孩子,面对媒体的追问,蒙家会给出的回应啊,怀孕相坐牢,生孩子像噩梦。 而郑一见也随了老婆心意,达成共识一辈子不生孩子。 郑一见在粉丝心目中那是男神级别的,粉丝无数她只能在日本迎娶蒙家会。 随着结婚之后蒙家会身体开始发福了不少,容貌改变不少,连夜成了所谓的大圆脸,每次出席那些活动的时身材都是媒体关注的焦点,但是从此之中可以看出老公正一见对蒙家会的很宠爱。 网友们开始替正一见可惜但是正一见却一口回应,无论她胖瘦我都喜欢。 这句话一出让所有人都无语,真的好暖心,这就是真爱的表现吧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